真理大学资讯志工原本是在石门出黄口农场学习 并且寻找资讯行销的着力点 今年是来到了钱华国小里 要将资讯领域变成孩子的以上技能 13号就办理成果分享会 让孩子们展现这两个月来的学习成果 偏乡地区教学资源缺乏 为了要丰富孩子的学习内容 真理大学的资讯志工 日前在出黄口农场的引荐之下进到了钱华国小 为学生带来不一样的电脑资讯课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今天志工们带着学生们举办成果分享会 孩子们在会上展现两个月来的成果 之前那个校长我属于校长 然后跟我提到说 想要来做一个学校上面的行销 我说好那我就把真理大学这些志工 他们在我农场里面有实习 然后引进来学校 然后看学校有设计一些课程 给小朋友来学习 所以今天我看到他们成果发表的话 我感到蛮欣慰 说真的他们小朋友在学习的时候 学习到蛮多东西 然后我自己也蛮惊讶 真理大学资讯志工 原本是在出黄口农场 学习农场的经营 并寻找资讯行销的着力点 今年来到校园中 转变成要将资讯领域 变成孩子的一项技能 两个月的课程 带着孩子用电脑汇出海报 还有做简单的动画小游戏 今天看见学生的成果 志工们更是相当感动 小朋友他们很有创意 所以他们对于资讯东西 虽然在石门地区 就是很不常用到 但他们小朋友的点子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导致在我们 可能就是在教学过程 其实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点子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讲 那我很期待就是下一次 还有机会的话 就是可以再跟石门的 国中小学进行合作 然后教他们资讯化的这些课程 今天看到小朋友的表现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知道 就像我们老师如果在上课 一直说一直说 小朋友并不见得会记得 可是经过了我们真理大学 他们的这些哥哥姐妹带领 我们的小朋友从就是完全没有概念 然后他们可以去找资料 然后完成一个成品 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一个真的学习 这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 然后现在也非常的期望 我们的就是他们会来 我们需要再继续开一个东令营 我希望这个课程呢 以后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是每一届的同学都可以带来 就是给我们这些偏向的孩子 一些更多的学习 学生们上台拿着自己的作品 一一陈述自己的创作理念 再由导师们评选出最喜欢的作品 给予奖励 校长也相当感动 学生们短短两个月 九堂课就有如此的成绩 期待两个月的课程 能够启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未来在寒假也要争取 学生志工们再来开课 让钱华的孩子对于资讯创作 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 记者拉平函 十门采访报道